第1局上半场地图军工厂搬掉了机械师对面 MRC这边是选了一首冒想结架出来对吧 针对雕刻家但是反手PP来了一首女巫 那这一首冒险家就变得很吃亏了 而且这套阵容相对来说比三猛男带先知这套阵容 你说修机快多少嘛 他唯一的一个能力就是他在女巫空场的时候 可能冒险家可以挖输液补掉强行补掉一台电击 但是问题就是像这样这种开局 我开局找到你冒险家怎么办呢 我把你冒险家挂飞了以后再控场 穷者又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很大的一个选择 其实我觉得三猛男带先知会更好打一点 没有必要说 因为毕竟军工厂 女巫的话还是风险很大的 这样选出一套冒险家体系来 一旦打崩了有可能就是一个四抓 这边抢一个窗 原生跟过来 这边寄生嘛 原生跟过来一刀打 好 这样的话一波反拉 然后再拉过去两性图跟随 这边要放狗了 嗯 吃一波没有原生的自动跟随 寄生这边骗鸟 这一刀鸟骗出来 原生好原生自动跟起来了 跟起来以后这边过来 直接原生性图放狗 咬这个狗子的一个硬直 应该是可以等到这个鸟破了以后再来追 这边板子一破这个冒险家就倒地了 没有任何的输液可以挖 这局是一个穷人者的一个劣势局 批批这边求吻啊 赶紧的先把这个人挂上再说 也没有选择就是硬追第二刀原生刀 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加的稳健一点 你真的要去摊一个原生刀 万一对面被小迪老师的贸易家牵制起来了 再拖一只本体狗反而亏啊 这边还有个地下室对吧 这样的话这个贸易家可能要卖 我们看啊 如果说要救就是卡半救 不可能说是卡死救了 嗯 而现在这个阵容的话修机速度是不够的 你这边想要 哎呦关键还通缉到了佣兵 通缉到佣兵这里本体隐身的这个本体往外一站 手上面捏着一只狗谁敢来救原生拉出去干扰一手电击 这个局对皮皮来讲已经是平局是肯定已经有了 这边9秒钟以后有寄生两信徒 一个防楼梯一个架着椅子 然后这边补一手信徒 信徒补给佣兵 看一下这样的话 应该是不救了吧 局是你说穷人者很烈吗 目前还好 就是要看什么呢 看这边女巫挂上第一波 挂飞第一波冒兵家以后后续的节奏怎么追啊 因为这边不救的话呢 他们保留了更多的资源去打一个后面的残局 这里的残局 如果说穷者能够有一个人能牵制起来 然后把这边的该有的三连全部破掉的话 我觉得穷者还有机会能打一个三人在场的开门战 当然这个三人在开门战到底能打成什么样子呢 就不好说了 这边是追了一刀 有这一刀抽刀 然后信徒自动跟上 寄生信徒又好了 这边如果给先知也补上的话 场面上的一个压制力将会变得非常非常大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这套阵容打到这个局面对吧 万一女巫守成一个三连 基本上就是一个死抓局 我们看现在没有三连的一个电机 中间这台核心的电机现在是修了大概九成多 快要点开了 大房这边还有一台 废墟这边还有一台 好像这三连不是特别的舒服 傭兵是只能自己消信徒 这边带着原生 卡哥这边再拉一波球 球还剩一半不到这个位置 抢一个窗能不能追一刀 再反身回来距离上面有点远 距离上面有点远 好像看到先知是不是在点中间的电机 看一下先知在修小房的电机 小房这边的电机 修了没多少守住 各台电机都开始守 傭兵这边重新起一台 交放狗来咬一下前锋 前锋这边是已经没有球了 现在我觉得皮皮可以做的就是去管一下 傭兵会更好一点 把傭兵的一个电机 把傭兵的一个道具给控制住 这画面什么情况 这 这 这卡了 就我觉得皮皮只要把穷胜者的道具消耗完 然后再围绕着电机慢慢的去打 基本上这局应该是一个 真三真四的局 你要做到就是什么 你继生只要一步一步来 我知道我继生前锋 那我这边只要只能处理 先知 不然的话呢 我把它带到小门那边 只有一个原生性的情况下 一个满水有球前锋是处理不掉的 对不可能有处理的这个空间在的 是而且如果你一旦开始追击一个这个满状态有球的前锋 今天好像网络确实有点问题 应该是可能是关键卡吧 所以他在大方开了一台 可能是关键卡 不要急不要急 寄生离这个现在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他可以随时就往小木屋拉了 对没错 所以当时如果去找前锋 那有点不太明智 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拿到 如果能拿到刀 那肯定是卡哥又开始震了 那卡哥不可能给你这个机会的 包括你可以看到他现在非常稳定 你被狗咬到直接拉球 对的对的对的 但是万一呢是不是 其实就是像这种情况就是劣势博弈 什么叫劣势博弈了 劣势博弈就是我一个性格 我去面对你一个有道具满血前锋 即使你有底牌也不可能终结掉他 所以前锋呢也还行 我觉得这边就是已经打到这个局面了 就是没有拉到前锋的刀 问题不大 但是呢他需要去把佣兵的道具给耗完 就是开门战的时候尽量保证三个人 都是偏向于白板 或者说你只能翻箱子 你翻箱子你需要时间 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对吧 拉刀去控场 慢慢的去耗的话 我觉得PP底牌还没有交 还是很有机会的 而且有机会能征个4 刚刚其实是把球逼完啊 但是很可惜 其实追先知应该是能够击倒速度更快一些 对的对的对的 但是他可能考量到 追先知呢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你把先知秒了电机没有 他那台电机没有修开啊 那还行 如果电机修开了呢 其实外面的三台电机放出来以后 穷者选修的话 应该是有可能能做到压机救人的 要看PP怎么控场 他怎么切技能了 不追先知消耗前方的球也可以 这样的话 穷者打开门战的一个资本就会越来越少 一定时间给到MSC的一个 补密码机的情况当中的 因为啊 小地下这个位置倒的 是比较的难受的 尴尬很尴尬地下室 快且队友那个 救不了 对队友救不了 就卖了的话呢 为了保平嘛 对卖了保平 然后的话呢 通过后面那些拉扯 慢慢把前面所损失 损失掉的密码机给补回去 是 对 他地下室 而且的话就是倒掉了 其实在离四合院还是挺近的一个位置 那皮皮线还能控制到中场的密码机 是的 至于他鸟还没了 对没错 没办法就很尴尬那个点位 其实 那一波其实他给鸟 原因就很简单 小地就是不能卡队友的机子 那他要干嘛 他当时已经脱控 已经使得他的健身的自动跟随 那只能往健身的脸上走 嗯 想送那个寄生 对 我送给你健身 我不是送 我不是倒地啊 不是用我的U-T送给鸟 我是用我的队友的鸟 那队友的鸟 那就没关系了 是吧 但是问题来 皮皮现在不着急 能力放了 对 他就等你鸟没了 对 有一说一小迪老师那波拉走位 拉得很好的 他那波走位没有往中场转 是非常非常明智的 他往中场转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这边寄生进毒自动跟随 皮皮这边的一个本体往前一拉 他的一个原生性图也自动跟随 他往回一捕 这个原生性图没有自动跟随 所以说皮皮后面那刀出的就会慢很多 但是呢就是 这刀这个鸟没顶上 在中场的话去控住密码机的一个进度 包括后面啊 他直接在小树林找到清场 再去补技生 对没错 那这样子在我不带 我带着不是闪现 我带着放狗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带放狗能做到像闪现那样子 节奏很紧凑的这种这种局 那接下来我本体还可以再放一次狗 因为狗人吸力很快嘛 我第一波狗放完之后呢 我第二波追其他人的时候也能放狗 对我放狗一刀好 底爬切闪直接 这不会大家一起卡了吧 首先带放狗 先狗后闪的这个优势了 对 他这个快速击倒的速度能够做到最优化 对 没错 因为这孟之女巫这个 角色特性这样子 他很灵活多变 嗯 只要是那个底盘 只要这个局是优势局 他狗切闪 对求生者来说是很致命的 另外其实孟之女巫还有个点 他的这个原生本体都能放狗 你想想看多少只狗 我咬完一只我还有一只 对没错没错没错 很难缠对于求生者来说 是的 就是我本体加完狗 咬了第一刀之后呢 原生性图 或者其他记者性图 底盘切个闪一秒 都是终结的 都很快 对 都是终结的 但是这种前提是建立在求生者 道具被耗了 或者是位置比较好 刚刚卡哥这个处理就非常好了 我知道你带原生性图快 我就不给你这个放狗的机会 对 对 你要是怎么处理我 我就拉球 他咬到了 他直接拉球 拉到最角落的一个位置了 呃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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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卡哥这个前方还是比较灵活的 很稳定啊 没有像以前那么整的 嗯 以前倒是挺整的 最近呢 老说卡哥整 卡哥其实还好吧 最近状态还是比较稳的 这么走地窗了呀 这个反复被你编尸是怎么回事 不是就是 这个说明这个选手有个特性嘛 嗯 啊 就有句话怎么呢 可能就是 就有一句话吧 可能就是 傻人有傻福吧 哎 哈哈 卡哥说我揍你 惹你了 这边的傻傻的样子 你知道吧 嗯 这个 这个人就是很好玩 赛养上的他还挺逗的 节目效果拉满 嗯 啊 可以这么讲 呃 往往说呢 聊一些东西的时候 能想到这个人的身影 想到他某些他操作 但是问题来了 即使这么 怎么说都好 他 竖起来说 也是让我有个明显的一个对比的 对 这就是这个选手一个特性的 就是你说的是他就是 两一种极端嘛 有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状态不在 那有的时候 但是他就能把整个状态拉满 而且天秀 对没错 这个特性 特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他这个特性就很明显的 预发明显 好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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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逼到了一个角落的一个位置啊 怎么又暂停了 是的 那看 这几个情况 反正当时他也在角落 角落 哎 我的天呐 再慢慢去处理的话呢 也没关系 呃外面的密码 其实当时对皮 其实我们现在对于皮肤 还是一个优势主要 嗯 两台都还没有很多 对 因为当时 优势是优势 宝瓶能真胜 然后压住电击 呃 如果能做到就是手上面有人 电击能压住的话 是一个四转 波密码界 进度还不是丢的特别的多 对 还有一个博弈空间在里面 而且另外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老外 他其实是一个满状态啊 那满状态 你还要再去去再去击倒他的吗 还是需要时间的 对 这时候终结他就需要什么 需要底牌了 此时还有一点什么 老外卡跟他两个队友拉成了一个三角形 嗯 一个在大房 一个在小木屋 还有一个在最角落的一个快乐角 对 没错 就不影响到队友的一个手机 密码机 对 是的 如果需要影响队友戏局是什么情况呢 我这边把卡卡给击倒了 嗯 我用卡卡击手机把卡卡给挂上 同时把原型调去小木屋 或者把原型调到另外九半身的一个位置 大房 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使得这个局面密码机都对得拖住了 不过现在这个击倒速度 如果能快 这一波下来 能快速地击倒的话呢 反正求者还是不容易乐观 这个局是有一个三抓起步的一个趋势的 嗯 现在把老关卡逼到了一个角落 其实狗咬住拿到刀的机会也是比较多的呀 然后后面底牌还可以再捏一捏了 对 没错没错 确实 那这样子就看底牌怎么交了 嗯 像这种情况 孟静女无优势局的情况下呢 放狗加闪现是很恐怖的 嗯 孟静女无猎势局会怎么样呢 猎势局一般是闪现 嗯 闪现切尸场 嗯 带着闪现 秒接尸 然后尸场踹地子 保平 嗯 先保平 再守密码机 这种情况没有多点 确实可以 你这样守住密码机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现在也不给你守密码机的机会 两个拉得特别的远 对 也就是除了刚刚那种情况 击倒了 中文静静心都寄生了他 嗯 再把人是掉出去嘛 嗯 还是很灵活的 这就是还是很有很多的一个灵活性在里面的 就是还有很多机会嘛 其实 对 很多遍 嗯 很多遍 嗯 嗯 那你这样子 你这样想就两种情况的孟静女无 他们都是有个平局 平起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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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哎 这边前锋怎么挨了一刀啊 应该是那个 没关系啊 这边 那个OP画面卡了 OP画面卡了 没关系 我们看看前锋这边挨了一刀 全员 全员踩雪了 还有两台机 这 这没了呀 卡哥这边没有球 狗子咬住啊 倒在一台电机处啊 看一下这边卡哥 晃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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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骗 过来咬住啊 咬住信徒这边一刀打 看一下皮皮这边想要原生打 绕过来 应该是倒倒了以后电机能不能亮电机能不能亮 这里我们中间跳过了好多画面啊 没有翻这样的话电机好像能开啊 这边佣兵哎没亮又亮了 呃局势上面来看 我们看一下怎么分配啊 这边的话应该是安排佣兵天门 先知中间顶着 防你一手传送 这边寄生信徒 一刀打好 再补一个寄生信徒 这边可能要切技能了 寄生信徒补完应该是要切技能了 先知这边在开门吗 先知开门 切传送过来先知拉开 找一手先知这边距离不够 本体上面没有传送 这边自动被拉回 再压过去再压过去 这边的门先知的门好像能开 能开的话应该是个屏 应该是个屏应该是个屏 哇我们中间跳过了好多没看到中间的一个局势啊 这电机都已经压好了 最终打成了一个平局 对于皮皮来讲还是蛮亏的 因为这把的话他其实蛮有机会的 刚刚给大家讲了 对吧 中间虽然说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是全残了 但是求人者已经把电机都给修开了 嗯 这局看的少了点东西有点难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